大家好 又到了兄弟联加尔系列课程时间 今天是我们这个第31讲的这个作业题讲解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作业 第一题 小白 完成了吗 必须 哦啦 哎呀 不错 第一题是我们这个猜数游戏 是吧 从键盘中任意输入一个数 判断了数列中是否包含这个数 这个数列我们就自己定义一个就可以了 好吧 表姐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一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吧 我们看Homework 我们打开第31讲 Homework 在Homework1里边打开 从键盘上顺意输入一个数 那需要接收键盘输入是吧 对 所以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 导包 导包.utl.scanner 然后呢 这边是 然后呢 这边是 呃 scanner input 等于另一个scanner sit them.in sit them.in 可以简单再提示一下 可以简单再提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游戏 是吧 嗯 这是一个什么游戏啊 猜数游戏 猜数游戏 这个Combor等于多少啊 直接用直接法了 好吧 嗯 直接定义的 比如说是10 10 然后5 随便定义的啊 随便定义 8 然后是20 呃 这个30 31 呃 三十 6 好吧 好 随便定义的一个数 好 少于中国号 我一个 诶 哪里 前面 诶 前面少于中国号 是吧 诶 没错啊 老忘了 是吧 嗯 好 呃 这数列定义好以后呢 然后你输入这个数 是不是要去接收啊 接收用户输入的这个值 对吧 对 那我就叫定义个什么值啊 Value吧 Value 好 好 维柳值 然后呢 用input.next int 啊 还是整数 好 接收输入 输入完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拿这个值去跟数列中的值去怎么样 比 比 是吧 对 去比较啊 所以呢 比较用什么 用双等 诶 双等号 我们直接便利一下这个数组 是吧 对 i 等于0 i 小于什么 上点lens x 啊 长度 然后i 加加 加加 好 这样 长断 然后在这呢 我们就一夫 我们这个 呃 下面的i 是吧 等于双等号 Value 对吧 等于Value 如果是相等 怎么办 就输出 就说输出 恭喜恭喜你猜对了 是吧 OK 这个啊 の次 恭喜 恭喜 你 啊 因为这广东话恭喜你怎么说啊 公黑雷啊 公黑雷啊 公黑雷 这个 你猜 对了 你猜对了 猜对了就不用再比了是吧 就怎么样 break 对 跳出循环就可以了 是吧 跳出循环了 好 那么如果没猜对呢 就 没猜对 我应该怎么办呢 恭喜你又猜错了 没猜对 这个应该是不打赢这个词 是吧 对 不打赢这个词 那我我这个 这个数我应该在外面要提醒一下呀 提醒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呀 通过一个标记可以吗 是吧 可以通过个标记位啊 我不要我们再定一个 在这上面定一个 布尔类型的这个什么 标记 标记叫 flag 先等于 等于 false 对吧 先等于false 如果等于猜对了 我就改成什么呀 这个flag等于什么 true 错 对吧 错 然后最后呢 我在这可以怎么样 判断这个 判断这个 那这句话我就放到下面来打印就可以了 是吧 一起打印嘛 一起打印 不在这打印了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flag 等于错 那么我就打印什么呀 恭喜你猜对了 否则呢 就是猜错了 猜错了 然后呢 继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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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一面猜错了 猜错了 继续努力 是吧 再这一面猜个对的啊 8有吧 8 试一下有没有 走 恭喜你猜对了 是吧 OK 好 那么这一道呢 就是我们这个 第一题 第一题这个作业题 相对来说 要简单一点 好吧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集再见